11点 怎么样都睡不着 你在做什么 西城夜话 每晚11点 我和西城 西城和我 各位听众朋友晚安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的情感夜线 今天要求为您请到的嘉宾呢 是远在台北的一个可爱的女孩子 感谢疫情吧 我们可以用Zoom远程的做节目 因此能够邀请到世界各地的朋友 来参加我们的节目 那今天邓雨晨 这个可爱的女孩子 答应参加我们的情感夜线的节目 所以我们来欢迎她 请雨晨跟听众朋友打个招呼好吗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我是邓雨晨 你在台北是吗 现在在做什么 我现在刚起床 在吃早饭吗 其实我是起床一个 不太早的时间 现在已经下午一点 听说你是夜猫对吧 对 是的 那你适合做我们的节目 我们这个是晚上的谈话节目 真的蛮适合 那么希望你有机会到西雅图来 做我们的电台的主播 我还没有去过西雅图 好想去去看 你有没有想过做电台主播呢 还是你比较喜欢做演员 我自己会比较喜欢做演员 我对于我自己的谈话 还没有这么有自信 那么今天就是建立你自信的机会了 我前几天才 对我前几天才刚结束一个专访 是 我不知道各位说 应该可以吧 是某一个某一间报纸的 现在还没有登出来 所以不能透露 是不是 对 好的没关系 那么我们做我们的专访 我们的专访结束以后 9月2号可以播出 好 那么当然了 你刚刚提到演员 那你为什么会喜欢做演员 或者是 你为什么会有机会喜欢做演员 就是呢 我爸爸是邓安宁 对 大名鼎鼎的导演 可能有一点 但其实我以前小时候 根本就不知道他是谁 他是你爸爸 我就 我一直觉得 就是我爸这样 我没有多想 对他什么时候 你才意识到 他是一个很有名的人呢 嗯 我其实因为 小学 国中 高中的时候 我就常常因为这件事情 有点被霸离吧 然后那时候 对 你没有意识到他是一个特殊人物 那但是你被霸凌了 应该说这是同时的 就可能我原本并不觉得是怎么样 直到 可能再长大一点点 比较懂事的年纪 然后我发现说 哎 他们会 因为这件事情 来 可能 就说 哎 你爸爸是导演了不起哦 那我才真的觉得哦 好像真的有一点了不起 人家才会这样讲 哈哈 那么 那他们是觉得 你 自以为了不起 还是你觉得 你爸爸了不起 哎 这句话好像是说 自以为了不起 但其实我从来 不知道 我也 我也很希望 我有一天能坐下来 跟他们讨论 他们当初 讲这些话的意义 到底是什么 对 因为我刚刚想 你既然说 没有意识到 你爸爸与众不同 你就不会因此 而自以为了不起 才对啊 那么别人 是用他们的 视角 他们的诠释 来认为 你自以为了不起 是啊 而且其实 因为对我来说 我爸是幕后的嘛 他就是 现在是导演 可能 我爸爸那辈的人 或者说 就是可能 我同学的家长 才会知道 我爸是谁 所以其实 我们也不会 在电视上看到他 所以我就不懂 就是我当初就觉得说 他到底哪里红啊 就是或者说 他到底哪里有名啊 为什么 我没看过他 这样 所以你对于幕后的人 当时并没有觉得 会很重要 或者是很红 我大概听过幕后的人 就是我觉得红的 应该对我来说 是什么李安啊 李安导演啊 就这样 那真的是 太大名鼎鼎了 对啊 这个才是 对我来说 才是真的大名鼎 所以我才会觉得说 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那么既然 你小的时候 并没有意识到 你爸爸的 与众不同 你爸爸也就不太可能 在表演方面 会给你什么样子的 教导 对不对 其实还蛮有趣的是 他从小对我算是 像耳濡目染这样 对 因为 我是没有接触 我也是非课班出生 就是我念的都是普通学校 普通高中啊什么的 那 唯一可能跟戏剧有关的就是 sorry 我跟爸爸以前每一个礼拜 至少会去看一部电影 所以他是带你去看电影 并不是带你去他拍戏的现场 我也会去拍戏的现场 可是我觉得很无聊 因为不是在那干嘛 对啊 就小时候不懂事 那 那时候就是去 看电影之后 他会告诉我 他每次在电影结束之后 他就会跟我分析 电影里面的什么 拍摄手法 或者是 演员怎么样啊 然后 这个剧本怎么样 那我其实从小 就是也听了蛮多的 然后我也很喜欢跟他讨论 那你小的时候 多么小就开始听这些话了 嗯 听得懂吗 小学 是吗 那真的是很小的时候 大概是小学中 中年级就开始了吧 因为其实真的 真的很小就开始去看电影了耶 嗯 然后我自己是觉得 可能也跟我自己个性有关系 就是我还蛮 我是一个还蛮 有丰富情感的人 适合上我们情感夜线节目 真的真的 我觉得我就是 我就是应该来当主持人 没有啦 哈哈哈哈 好的 等我退休以后 请你来当主持人 哈哈哈哈 好好好 那么你为什么说你情感丰富 对 对 请教一下 就是我 就常常会 呃 看完这些电影的时候 我会有非常深的感触 然后 我就会觉得说 欸爸爸 为什么刚刚那个人是这样 或是说 哦 我觉得 他这个剧 剧情 写得很好耶 就是他怎么样 然后后来 再长大一点 我就发现 我其实不是那种 喜欢看商业片的人 就我喜欢看 从小就喜欢 喜欢看艺术电影 这种比较高深 艰深一点的吗 对 可能有一点 可是也没有到这么夸张 但是 我不太 就是对 就是喜欢配上这类 像可能 我之前 看了那个 鸟人 那可能 连爸爸都会说 哦 我觉得那部有点闷这样 可是我就觉得很好看 因为我觉得他讲的东西 很深 然后很多 然后 剧本写得超好 然后演员超级会演 我超喜欢那部戏 那么 既然你这么喜欢这种 非常深奥的电影 你会不会想要去写剧本呢 还是只想做演员呢 其实我念大传戏 哎对 我念的是 大众传播 我原本在台湾念的是 大众传播戏 对 文化大众传播戏 我当初选择这个戏的原因 其实就是因为 我觉得 可以 参与到一点幕后的东西 其实我也蛮有兴趣的 因为 毕竟爸爸是导演 那我对 就是电视电影的 制作啊 跟剧本 其实我也蛮有兴趣 对 那么现在呢 你还是继续在念 大众传播戏吗 还是 你刚刚说在台湾的时候 可见你也有 不在台湾的时候的经历 哎 我之前 我去年 就 去年 9月 8月 去年暑假的时候 我跑去 19年吗 对 2019年 去年 19年的暑假 对对对 也就是正好一年前 我 因为绿卡的关系 所以 当时 姑姑就是 因为我的姑姑 她一直都是在美国生活 那她那时候 是一直 一直都有在帮 我们家申请绿卡 那你知道 绿卡也要申请很久 就大家都这样 结果 好不容易过了 11年 还是什么的 那一年 就是去年 2019年 突然 通过了 然后 借着这个契机 我也想说 因为那时候我 算是 就是刚 可能刚开始 对戏剧这一块 对演艺圈这一块 有兴趣 这样 所以我就 想说 好 那 我 离开我现在这个环境 然后 我到一个完全不同的地方 去美国 然后 我去修读 他们的戏剧系 这样 去试试看 然后去闯荡一波 这样 所以你在美国 自己闯荡 还是 在姑姑那边 我是先去 我是先去姑姑的 姑姑那里 就是 矽谷 Silicon Valley那边 然后 我在那边念了 一个学技之后 我自己突然 我就是可能 可能也是一个 不太稳定的 年轻人吧 我就觉得说 嗯 我在那边待够了 那我也觉得 这附近的东西 我大概都看够了 那既然 我想 要做 一个 就是演员 或者说 对这个方面 有兴趣的话 我应该要去 LA看看 所以我就 只身一个人 开车 从 北家 开到LA 开了 六个小时 一般大概要 八个小时左右 哦 我好像七个 我好像七个多小时 因为我开蛮快 哈哈 那你 你的 父母或者是姑姑 都放心你这样 开车吗 他们蛮放心的 耶 当然也 还是会 就是觉得说 哇 这么难得 就是这样开 这么长一段 然后一个人 长途的 还是会 有关心我 然后也有 提醒我 说要小心 怎么样 怎么样 要带好东西 什么 不要 不要让自己 有危险 或小心开 但是其实 他们都蛮放心的 因为我在台湾 原本就开了 蛮久的车 嗯 是 台湾开车 可能比美国 要稍微困难一点 对 而且 对 台湾 台湾的交通 很糟糕 所以 而且有很多摩托车 然后巷子很多 弱很小 所以我在台湾的技术 可能已经养好了 我在美国 那么在美国 刚刚我们是 讲到了这个 从一个城市 到另外一个城市 但是我觉得 中间这段 开车的经历 也挺有意思的 想要问一下 你的感觉如何 就是一个人开 那么六七个小时的车 感觉如何 其实我觉得很孤单 因为当时我还 我其实还蛮想要 找一个人陪我去的 然后有一个人 他甚至差一点 真的可以陪我去 因为就我一个朋友 结果后来 他还是不行 所以我就 一个人开 就觉得 我怎么这么可怜 跟你 这样子搬着 大包小包 然后开车下去 对 但是我猜 你如果 本来就没有朋友 要陪你的话 可能你反而好一点 你现在 觉得 有朋友要陪我 然后不行了 这个失望的感觉 可能让你更觉得 可怜一点 也 应该是说 没有 其实我是一个 很怕孤单的人 所以 其实 这一段是我 我会心里想说 我听说很多人 开这么长途的 都会有一个人在旁边 可能他们可以换手 或者说 如果不能换手 他至少可以 陪他聊天 我就觉得 我怎么又一个人 对 那你如果听到 我一个人开车 三十几个小时 不知道会不会觉得 有点不可思议 我就觉得很不可思议 我觉得好厉害 我的天哪 真的是 所以在 可能在美国时间 比较长的 就越来越独立 越来越觉得 一个人并不就是 可怜 孤单 而是 一个人可以 做很多事情 其实我来美国 我去美国 的一个很大的原因 其实就是这个 就是 因为我在台湾 我发生了一些事 也不算发生一些事 就是我经历了一些 对我来说 打击还蛮大的事情 那其实 都是我自己的问题 就是其实跟别人 没有关系 但是那个打击 让我有点 把我二十几年来的 一个生活模式打乱了 或者说 我自己觉得 发现意识到 我好像不应该再继续 这样生活下去 可是我 开始很 没有方向 然后我觉得 嗯 我想要逃离这个环境 因为 我已经不知道该怎么办 那其中 最大一点就是 因为我好像 很没有办法 自己跟生活 这件事情 然后 我就觉得 好像人需要这样子出去 受一下刺激 才能知道 要改变 或者是 才可以真的学习到 不然我其实在台湾 真的 我觉得我自己过得太安逸了 对 所以我才会跑到美国去 受苦 是 是有一段时间 大家都在谈说 人要 离开自己的 comfort zone 就是 对 舒适区 要踏出去 这样才会有一些进步啊 或者是有一些改变啊 或者是 有看到一些新的机会等等 嗯 那么你这么 出来了以后 你有没有觉得看到了很多新的 不一样的事情 或者是自己 有了什么样的改变呢 像我去美国之后呢 我就没有什么朋友 因为 我 呃 我在 我读了社区大学 那 里面都是 不是local的学生 就是国际学生 但我就是卡在中间 我既不是国际学生 我也不是local学生 因为我男的是绿卡 所以我也不能参加他们 international student的orientation 所以我会变成说 完全 就是跟国际学生 可能也 没有到 没有办法这么融入 你就落单了 对 我就真的 我有很长一段时间 在 在北加的时候 我超长一段时间 我是一个人 下课之后 然后 开车去买菜 然后回家 煮晚餐 哦对 然后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就学会了做菜 我以前在家里 是完全不会做菜的 那是 姑姑让你做菜吗 哦 没有 我 呃 我在北加的时候 我是自己 自己一个人住 虽然是到了 姑姑那边 但是你是自己一个人住 对 你自己租房子 住 也是比较独立的 一个生活方式 没错 我算是 呃 算是那算是姑姑的房间啦 其实是一个单人的小套房 但是 我有付给他房租这样子 所以算是租房子吧 也算是租房子 嗯 那么 你觉得自己去买菜 做饭给自己吃 困难吗 呃 我到后来 其实这变成我人生中 一个蛮大的 蛮大的 精神寄托吗 因为我 变得还蛮喜欢做菜的 对 我那时候常常会 呃 因为我妈妈是 呃 开餐厅的 对 那她自己也是很会做 做菜的 然后 但但我以前在台湾 我是真的就是 不太会做 我们家完全不会开火 连我妈都不会开火 我们就是吃打包的东西 对 所以我在美国之后 我开始 就是我又很想念一些中菜啊 或是台湾的食物 那美国 对我来说 我觉得物价太高了 所以我也没办法 一直上餐馆 或者是去餐厅吃东西 这样子 所以我就开始自己 去网路上查一些 嗯 中菜的食谱 然后我就去那种 中国超市啊 买很多食材啊 我甚至会做那种 就是 你觉得就真的很中餐的东西 像什么金沙南瓜啊 什么鬼的 反正我就做了很多 嗯 好的 我们先进一段广告 再接着谈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 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 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 或者活动 家喻户晓了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 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 at gmail.com 巨峰葡萄 中秋月饼上市了 华人生鲜网上超市无力 蔬菜水果 肉蛋海鲜 米面零食全都有 网上采购 不出门 新鲜送上门 美心 齐华 道乡村 中秋月饼选择多多 猪生带鱼 鲜活波士顿龙虾 北京烤鸭 猫山王榴莲 日本网红乐涛 芝士蛋糕等 更多选择 近债无意 新用户首单 力减10美元 上网搜索 WEEE WEEE 或华人身心第一站 特价优惠天天有 赶快下单吧 各位听众朋友 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晚上 11点到12点的情感夜线 那么我们的节目呢 不但您可以在收音机里听到 也可以到我们电台的网站上 去听过往节目的录音 或者是可以下载我们电台的手机app 可以实时收听 也可以收听过往的录音 那么情感夜线的节目呢 除了在电台网站 可以拍有手机app上面 可以收听过往的录音之外 还可以到YouTube 还有蜻蜓跟喜马拉雅的海外版 手机app上去收听我们的过往节目录音 所以如果您有兴趣的话 随时欢迎您收听 尤其今天我们跟这么可爱的嘉宾 邓宇晨聊天 那么刚才在节目的第一段 将近结束的时候 他讲到了非常精彩的内容 就是他做的好吃的东西 我们不能够让他忘记 所以要赶快接下去讲 宇晨您接着说 所以我说到 金沙 金沙南瓜 那么金沙是什么 是咸蛋黄是吗 对 咸蛋黄 然后南瓜要拿去炸 这道菜真的是 其实做这道菜真的要花很久时间 可是我真的做的超好吃的 我自己后来觉得 我的天哪 怎么这么好吃 就自己佩服自己 对啊 所以那时候就还蛮有成就感的 在做完这些菜之后 所以我就还蛮喜欢做菜的变成 那么到现在你还在继续做吗 还是回台湾以后就不做了 我就懒了 因为台湾太方便了 那么你当时在北加州 做的是都是中式的菜 那么在美国这么一段时间 有没有开始做西式的东西 西式的东西 老实说我觉得太浅了 因为就像 你就牛排 你是不是就拿一块肉 然后捡一捡 对不对 那你看中菜 不对 好 可是对我来说 就是我会觉得 像中菜可能就是要腌啊 要拿什么东西腌啊 然后可能 然后什么什么调味料 然后怎样怎样啊 然后要裹粉啊 还是要 反正就很多程序啊 我觉得这个程序对我来说蛮好玩的 有人也说这种程序就有一种仪式感 所以这样一步一步的做下去的感觉就会 就像你说有这个寄托的感觉了是吧 没错 所以我其实 当时就 我做一个晚餐 我就可以花好几个小时 所以 其实就比较分散我一点注意力吧 我就不会觉得很孤单啊 会很无聊的这样 那么除了孤单跟无聊以外 你上的课应该是很有意思的 因为你自己对戏剧感兴趣 又从前没有机会上这方面的课对吗 对 像我 我在台湾 我刚出道的时候 是2018吗 就是我那时候才19岁 我现在21了 那我当时 我没有问啊 没关系 我不怕讲 我还年轻 21还好 反正当时 我刚出道是 我演了一部戏 那是爸爸拍的偶像剧 叫《前男友不是人》 那是我 算是第一个 比较正式一点的戏剧作品 那我第一个 当然我人生中拍过的第一部戏 也是在 也是在那一段时间 但是那时候 我真的没有什么画面 所以就可能不算 对 但是不管是 这就是真的是第一次的那个小电影 还是说第二次的爸爸的这部戏 在演这些角色的时候 当时我是完全没有接触任何表演 或是戏剧类的东西 像我也说过 我不是本科班 本科系出身 那在反正经历了这一两年之后 我虽然选择了大船系 我还是觉得可以试试看戏剧戏 在美国的时候 因为毕竟可能会也会觉得说 在美国可能戏剧 对他们来说可能会比较 再多元化一点 可能不会像在台湾 有可能会比较死板 那我也不知道 那我也没有机会接触啦 对 那我就去试试看 那那时候我去上完之后 我其实真的还蛮喜欢的 因为我以前觉得说 我以前会有一个刻板印象 觉得戏剧就是给那种舞台剧啊 那我就不想要当舞台剧演员啊 我就是想当偶像剧的那种明星之类的啊 我就会有一点点这样子的想法 那所以我从来对这个 可能就没有什么兴趣 那我只有听过 爸爸一直在跟我说 然后他以前加入蓝铃剧房的时候 他有很多 嗯 戏剧上的训练 然后一些游戏什么的 那我就觉得 想不到我在美国居然体验到这些东西 然后还真的很好玩 真的非常有趣 非常喜欢 那么你回台湾以后 还会继续学戏剧吗 嘿嘿 我才上个礼拜 因为我 我回台湾之后 我其实就是因为在美国念了这个戏剧系 然后真的爱上了这个东西 所以我思考一番 我决定要转学 那我选择是转到台一大的戏剧系的夜间部 就是台湾艺术大学 对台湾艺术大学 然后我上个礼拜 放榜了 我上了 登登登登 而且 你上夜间部 如果你要拍戏的话 会不会有冲突呢 其实我就是故意要选夜间部 就是因为我希望往后的往后的日子是把很多的时间跟精神就放在拍戏这件事情上面 如果白天拍戏了 对 因为拍戏也比较多都是白天嘛 那像其实我之前念文化的时候 我就是很常 就是去拍戏 就没有办法去上课 对 所以我其实就有点难两边兼顾这样子 所以我就选择了一个夜间部的戏剧系 所以这是你事先已经计划好的这个夜间部比较适合你的未来生活的规划 算是 而且我要说一个 我真的是要炫耀一下 这个戏它只收一个人 它只有一个名额 那我可不可以请问你是怎么考的 那是要有笔试啊 口试啊 什么表演等等的吗 对 它有两项笔试是 国文跟英文 那另外一个 另外一项是 专业项目 那就是要表演 两分钟的表演 跟三分钟的面试 这样子 对 那这个其实还蛮可以讲的 就是我表演的项目 我选择我在美国的时候 有一堂戏剧课的老师 那是我在LA的戏剧课的老师 出了一项作业 就是要我们写 一个物品的monologue 就是独白 独白 物品的独白 对 那其实正确来说是 retirement monologue 就是退休独白 就是说可能你要写一双鞋子 他即将被淘汰的心情 或是说他想对他主人说的话 这样子 我觉得光是这个主题就非常有趣 所以老师一讲 我就真的很高兴 然后我就回家 想了一下 那我当时就是写了一个刀片的退休独白 对 然后我就把它改成中文 拿去表演在我靠戏剧系的面试上 那请问你这个刀片是做什么的刀片 好 削鞋笔的还是刮胡刀的事 对 这个刀片 其实它是 其实我在讲一个美工刀 对 那 你们会想听这个故事吗 就是这个 我觉得挺有意思的 那这个独白的内容是说 这个刀片它 就是它的主人是一个小女孩 一开始啦 就是他们一起长大 那那个小女孩 从小的梦想就是想要当 一个服装设计师 然后他们就 他就用了这个刀片 就是做了很多的衣服啊 或者是就是割了很多美术的东西 反正就是他拿他来做一些 他很喜爱的事情 让他们很close 所以他们的感情很好 结果长大一点之后 到了青少年的时期 那个女孩 她变得 可能受到生活的压力 或者是现实的 不知道 因为那个刀片 她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 但是那个小女孩 她就拿那个刀片来自缠 这样子 对 这个是一个比较沉重的故事啦 对 然后那个刀片她就 很难过 那也很自责 就是有很多情绪在里面 因为她 她也不知道要怎么办 然后她也不想要伤害这个小女孩 这个女孩 她的最好的朋友 但是她 对 但是她不能控制 对 然后最后她就是说 就是很 真的很对不起 然后她 虽然很想 很想念她 但是她 但是她不能再待在她身边 不然她可能也会伤害她 所以她就离开了 这样子 而一个故事 很沉重 不好意思 所以 所以以你的年纪 写这样子 比较沉重的故事 就是 可能就是瘦了小的时候 你爸爸带你去看电影 有可能 影响而有这样子的发展 对 但其实就像 就像我刚刚说的 我其实就是一个 感情很丰富的人 情感很丰富的人 对 所以其实我当初 在写这个故事的时候 我要先澄清 很多人以为 我就是那个 自残的小女生 but no 我从来没做过这种事情 我看到你的照片 都是非常美丽 不可能自残的一个 可爱女生 那其实也很难说 因为其实当初就是 这一个点子 会出现在我的脑海里面 是因为我小学的时候 有一个很好的朋友 然后 其实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美国会不会这样 但我们台湾的一些 一些小学 或是国中 就是又有一些屁骇 然后他们会 他们会觉得 自残这个行为 可能是一件 很酷是吗 很酷的事 或是什么样 所以他们还蛮流行 自残的 那当然一定不是想要死 但是就是会搁在手上 对 然后那时候我就 我的那个朋友 他就是 他就突然有一天 就开始自残 然后我就非常的 不能理解 对 我其实大概就是 那个刀片的心情 就是我就会觉得说 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 这样子 所以这个 这个故事 你不但在 LA的这个课上 用到了 你在考试也用到 并且让你 通过这个考试 没错 进入了你想要 要进的系 那当时是有很多人 去硬考吗 嗯 其实也没有很多啊 十个人 已经不少了 哈哈 录取 录取率只有 百分之十的 这个录取率 录取率不高的 是啊 十分之一的录取率 没错 嗯 对啊 那么 当你 再回到台湾 跟你在美国 这 这个两个不同的地方 你来过了以后 再回去的感觉 有没有跟你 没有出来之前 有很大的差别呢 差很多也 但我觉得 差比较多的 不是 不是那些 很生活 很现实的东西 不好意思 我戴猫 呵 就是 嗯 你的心理的转变 对 是我 自己 个人的成长 嗯 因为当初是 就像我前面有说到 我当初 其实是一个 在一个很 生活就是非常 混乱的状态 那我心里也很混乱 我对自己也很矛盾 自我矛盾的情况下 去 比较彷徨的时候 对 而去美国 那 我去了之后 当然我在美国 也学习到很多 不同的文化的东西 会体会到很多 不一样的生活 但是 最重要的是 我自己 在那一长段 很孤独的时间 是我从来在台湾 不会有的 因为在台湾 有很多朋友啊 有家人 太热闹了 嗯 对啊 就其实也没有一个机会 让我这样去 沉淀自己 对 那么你回台湾 是因为疫情的关系 对吗 没错 那你那个时候 回台湾需要隔离 还是需要怎么样 呃 这个过程如何呢 我当初回台湾的时候 是在一个 非常急促的情况下 就是 我才刚从北加 开车到南加 不到一个月 然后我才刚开学 大概两个礼拜吧 就开始 转线上 转online class 然后我就好 就开始在线上上课 那那时候 其实我已经很多朋友 哦 我那时候交到朋友了 对 我已经 一些朋友 已经决定要回台湾了 那那时候我想说 可是他们是要继续 待在美国念书的人 那我来 就只有这一年 我就想说 我就 我就把它待完嘛 我就待到学习结束 结果 结果 才过不到几天 那个 大概就是二十几号 我 我印象还蛮深刻 就是 我从一个完全 大家都没有什么状况 然后到隔了才一天 突然爆出一个什么状况 然后再隔了两天 又爆出一个什么状况 就是越来越惨 而且是完全 就是在隔天隔天的事情 所以 我本来还决定说要留着 到没几天 我爸就打电话过来说 你一定要回来 对 所以我就 所以这就是 加州那个时候 疫情爆发的时候 对 爆发的时候 对对对 事实上那个时候 也是西雅图疫情爆发的时候 这是我们两个地方 是 是最早的 啊 诶我以为是纽约 那最早的是 是西雅图 全美国最早的是西雅图 哇 不好意思 但是 但是 后来 西雅图就比较提高警觉了 变成别的地方比较严重 哦 那那还好 幸好 我其实当初 就是疫情爆发 然后我就订了机票 那订了机票 还好有订到 可是就是 时间还要再等个几天 那那个几天 我也还是得吃饭嘛 所以我就去超市 我就发现 我的天哪 这个超市的人 没有人戴口罩 然后就只要我跟我朋友 我们两个看起来 超像怪人 但是至少你们有口罩 那个时候有口罩 对 那时候 我原本就有从台湾 戴一些口罩 我就把它全部拿出来用 那那个时候 怎么会想到 戴口罩来的呢 诶我自己 是因为台湾 本来就有一个习惯是 如果女生素颜出门 她就会戴着口罩 遮一下 没有化妆就要戴口罩 对对对 但现在戴口罩 就不用化妆 换句话说 对对对 对 我是到美国才知道 我姑姑就跟我说 你是不是没有人 在戴口罩 大家会以为 你生了什么重的病 我就哦 真的哦 我才不开始 不敢戴口罩 那么你回台湾以后 需要隔离吗 哦对 我回台湾之后 我就隔离了两个礼拜 那那个时候也是 就是比较不热闹 可以一个人 单独的过这两个礼拜 对吧 其实老实说呀 我前面那快半年多的时间 在美国 我其实并没有真的非常 好 等一下 我觉得不能这样 好 我重新说 就是 我觉得我回来台湾隔离的那两个礼拜 是我这整段 美国的一些心情的转变上的最大的整理的期 整理期 对 其实这样说起来很夸张 而且这也是一个蛮私人的事情 可是我很愿意分享 就是我那两个礼拜在家里的时候 我是前一个礼拜 我几乎每天都在家里哭 这很扯 就是你隔离是蛮好哭的 对 但其实当初我是因为 我回来的时候 我那时候因为跟我当时的男朋友也分手了 这样子 那 那时候我等于是完完全全的一个人 那我也不可能出门 也不能有人来找我 也没有父母 反正什么都没有 就是一个人 待在那个房子里面 甚至没有男朋友 因为我原本会跟我的男朋友会一直讲电话 就是前面的一段很长一段的时间 我们几乎就是那种 每天没事就挂着电话的人 所以其实我 因为看得出来我就是一个真的很依赖别人的人 这样子 所以我真的很怕孤单 结果那一段时间 根本就是要我命了 你知道吗 就是逼着我一个人 面对自己一个人 什么都没有 然后从美国回来 面对 就是即将要面对的一切的 就是很 很空虚的生活 因为可能都变了 这样子 好的 我们再进一段广告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 FlyChina向您问好 购买回国机票 请上FlyChina.com 15年诚信服务 专售美中航线机票 应有尽有 一目了然 网上自动购票 加上中英文专人化的服务 就是FlyChina.com的独特优势 您想知道西雅图回国最低票价吗 FlyChina.com主页左下角 实时更新回北京 上海和香港的最低价 点击后 还可以比较不同月份旅行的最低价 FlyChina.com的宗旨 帮您尽快找到 顾美价廉的行程 肌肉骨壳伤痛 车祸 工伤 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 肖明医师 康健康健 祝您健康 电话2066217501 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 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美元 就有机会 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 广告热线2066198698 2066198698 或者发email到 crsradioatgmail.com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回来 这里是西雅图中文电台 现在为您进行的是 每周三的情感夜线 今天要求为您请到的嘉宾是 邓宇晨 她是一个很年轻 很可爱的女孩子 但是在前面两段的节目当中 听起来她又是有不少的经历 而且她的思想 她的情感 好像比较成熟 所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 她有了这一段孤独的历程 还是因为她从小受到她父母的培养 那么在上一段节目结束之前 她讲到的正是她从美国 因为疫情的关系回到台湾 隔离的这一段时间 心情上的一个非常大的冲击 因为是单独一个人 真正的是一个人 因为没有任何人陪她 包括男朋友也分手 那么在这个时候 是一个整理沉淀的时间 还是一个哀伤 不能够走出来的时间呢 雨晨 好 其实这一段时间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人生非常大的转变 就是说 其实我在美国这一大段时期的时候 我的确是为了要让自己成长 就是说 学会怎么独处 我觉得人最难的事情 就是要学会怎么自己独处 因为可能很多人都喜欢 有人陪伴 或者说习惯了有人陪伴 不管是有家人 有朋友 有男朋友 这样子 那在美国这段期间 我自以为 我好像脱离了台湾的舒适圈之后 我就可以到美国 完全变成一个新的人 我就是可以学会自己一个人独处 好厉害 结果 我回来在隔离的那一段期间 我算是才 就是意识到 天哪 根本就不是这样 我就整个算是重新整理了 我这半年来 一年 快一年来的 的经历过的事情 我发现 我就是在把自己原本的同一套 再拿去美国 再生活一次 就 我发现我到美国 就像我前面说的 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很孤单啊 我还是一直去找朋友啊 我还是 不愿意走出自己的舒适圈 我只想要找台湾的朋友 我不愿意多去认识不同国家的人 或者说我不敢踏出那一步 然后我还是继续巴着我男朋友之类的 每天讲电话什么什么什么 就是我好像貌似是一个人到外面这样很了不起 其实根本就没有 我心情上 跟我自己的 我自己根本就不想做这件事情 对 所以我在回来的时候 我其实还蛮崩溃的 就是那个隔离的前期 就前一个礼拜 我是想说 我现在怎么会 还是会觉得很孤单 我不是应该要很厉害 很学会自己独处吗 结果我发现根本就没有 然后我就会 很想说 那我这一年到底在干嘛 那我去干嘛 这样子 对 所以 其实我 那好几天 我就是直接大崩溃 然后我当然也有跟我妈妈通话 然后我有 就是自己 就真的在那段时间整理了蛮多东西的 我就发现 就其实 最大要改变的事情 不是环境 而是你自己 你有没有想通这件事情 你如果没有通 你心情没有转变 你到哪里都一样 真的 我觉得很扯 但是真的是这样 对 是心的改变是最重要 而且最不容易的 对 而且就像你刚才说的 你并没有意识到 你的心没有转变 因为你的人到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生活的方式改变了 你没有意识到你的心 还没有改变 对 所以我觉得像 我那一段时间 算是一个 觉醒 这样讲的就太隆重 但是我真的是一个 自我意识的 觉醒吧 就发现 对 我觉得你说的没错 并没有太隆重 真的是 这个事情就是像顿物一样 随时可以发生的 虽然听起来是 很重大的一件事情 但是是随时可能发生的 生命中很多重要的事情 就是在不知不觉中 忽然发生 没错 真的 真的是这样 所以在你隔离结束以后 又有什么样的新的开始吗 我隔离结束之后 新的开始其实还蛮有趣 我以前 我曾经啊 其实也没多久 就是我在美国的 之前的那段时间 我其实自己 知道我是一个 还蛮不负责任的 又蛮幼稚的人 对 那我 而且我甚至已经 算是踏入了一点点社会 因为我一开始已经 去拍戏 我在剧组了 我居然还是 很多事情 就是真的很 很像小孩子一样 那其实很多人都会说 你就是小孩啊 但其实你知道吗 就是我已经二十几岁 其实不太小了耶 就是已经越来越不小了 但是我心态却都还是一样 而且我还曾经会觉得说 不好吗 这样子 不改变不好吗 就是 这样不是就是因为我 保持初心吗 这样 后来我发现 我根本就不是 保持幼稚什么 对啊 这根本就只是一个 逃避 逃避的 就是给自己一个理由 让自己不要成长 这样子 对 所以我回来之后 我有蛮多事情 都改变蛮大的 然后 嗯 我开始会 就像是做菜这件事情 其实我在家里 现在也比较会自己 做菜啦 我回台湾之后 当然因为台湾 真的是太方便了 但是你如果现在要我做 我是觉得没有问题的 这样子 那我也有很多事情 我开始真的 还蛮独立去完成的 其实我 没有 其实我之前在台湾 就很独立了 只是 就像我说的 最大的就是心态转变 我现在是 比较愿意 也比较不觉得说 自己一个人怎么样 我觉得很OK 这样 嗯 那么你身边的人 有没有感觉到你的改变呢 诶 我那时候 刚回来 然后 嗯 妈妈 妈妈刚好 妈妈跟爸爸就 有在讨论吧 然后他们就说 诶 就家里变整齐了 哈哈 哈哈 因为 其实我们家里很乱 超级乱 然后我一回来 我直接 就是开始 发牢骚 也不是 就我 我回来就 开始受不了 因为 我以前也是一个 很乱的人 就你看 什么家的人 出什么小孩 哈哈 没有 所以我在美国的时候 我自己一个人住 我才激发出 我那个想说 天哪 原来 我其实是一个 还蛮爱干净的人 因为我发现 我没有办法接受 很乱的环境 所以我回来台湾之后 我直接开始 整理 整理我的房间 然后我直接 大扫除 全部不要的东西 全部都丢掉 这样 对啊 所以你 你的房间 焕然一新 你家里 其他的部分 你就不管了吗 还是也要去 扩展你的 这个影响力 我 我一直有试着 要 我一直有试着 在就是 想要影响他们啦 就是 还有很大进步空间 那么你有没有可能 又慢慢倒回去呢 倒回去 我觉得不会 应该说 人的习惯 还是那样子 就是你通常都 还是会有一天懒啊 就可能我个性 天生就懒 但是我觉得 至少我现在有意识 而且是我还蛮清楚 知道我在什么样的 情况下 我的环境会变乱 就我觉得这个跟 人自己的生活状态 也蛮关系的 可能我那段时间 我过得很 回费 然后或是我 可能发生了 比较多 情绪上不能 不能 不能 不能接受的事情之类 我可能就会 啊 懒得做事 或者是懒得动 然后我房间就开始 别别乱 那当我情绪整理好了 那天 我又会毛起来 把它全部整理干净 还蛮好玩的 所以从你房间的情况 就可以看到你心情的 就是情书表了 没有错 完全没有错 那么刚才 其实你提到了一个 跟男朋友分手的事情 那么我也知道 你跟你男朋友 是属于异地恋 那么异地恋 到底是容易维持 还是不容易维持呢 你觉得 好难讲哦 因为其实 我觉得都有 因为 我们 其实这个 这一任男朋友 是我交往最久的 一任男朋友 我前面都不超过半年 可是这个 已经到了一年半多了 快两年了 那 可是 我们最后分手的原因 就是因为 我们两个 太 频繁的接触 所以其实我也不知道 这样子算是好维持 还是不好维持 对 因为 其实 我会 我后来认为 我会跟他在一起这么久 有很大的原因是因为 我跟他远距离 然后我们 没有什么时间相处 所以想念对方的成分 也会比较多 而 吵架的时间 可能也会 比较少一点 不太有机会 发生摩擦 其实也没有 我们几乎每天都吵架 每天都 讲电话 对 还有很多机会 沟通或者是吵架 但是我后来也觉得说 这也 其实也是一个 我们分手的原因 因为 我们当吵架的时候 你用电话 跟一个人吵架 真的很难吵 就是 你 你当面吵 困难什么 对 你有没有办法 就是吵一吵 然后好 我们就见面讲一讲 见面讲都比较好讲 吵架 用电话吵 你随时 你想挂电话 你就挂了 然后就是 还有时间呢 因为我们 我原本认识他是 我那时候还在台湾 我是在台湾 跟他交往一年之后 我后来才去美国 那他也在美国 但他也是 不在加州 他在爱荷华 那我在加州 我们两个还差两个小时的时差 所以根本也没有比较好 就一直都是远距离 这样子 那么所以是最后是因为远距离而决定分手的 还是因为接触多了 发生问题 发现问题 才决定分手 我们最后分手的原因 是因为一直吵架 那我们开始吵得这么严重 是因为 我在 我在前面的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去找了他将近快一个月 我找了三个多礼拜 然后我就是直接住在他家 所以我们几乎是统居的意思 然后每天相处 结果那一次我们真的是发生了时尚最大的摩擦 然后从那之后 我甚至当时还有一个 就是一个心情觉得说 我来找你就是好浪费时间 我到底干嘛要来找你这么久 我不如回去跟我的朋友玩之类的 就是我当时甚至是这样子 就知道我当初 那当初跟他相处有多 真的很多摩擦 然后真的很不愉快 对 所以从那之后就开始越来越早 然后没多久真的就分手 那么你觉得 因为这一次的感情维持的时间比较长 对以后会有比较大的影响吗 跟其他的男朋友比起来 没有 我觉得也不是时间长短 我觉得是 我发现 因为这个人 这个特别的人 特定的人 他跟我以往的所有男朋友都不一样 其实这不见得是好事 对很巧的 我刚刚正想问的是 你会不会觉得你的男朋友都是处于同一类的 那么刚好有一个不同类的 因为有的时候人是很容易被同类的人吸引 或者是吸引同类的人 对 因为我之前的男朋友们可能都跟我比较属于同类 那 这个男生 他真的是完全在我的预料之外 那连我的朋友就都会说 是你怎么会跟他在一起啊 不是说他长得怎么样或什么的 他其实还长得还不错吧 可能就是还还OK这样子 是他的型 因为老实说 我就诚实说 我喜欢的男生都是那种比较爱玩的男生 我自己也算是一个比较活泼的女生啦 对 所以这个男生他居然是一个超级乖 超级 沉闷 也不能说沉闷 就是他很乖啦 对 那我一开始觉得很棒 因为我前面遇到的男生都不是很好的男生 所以我也觉得说 哇这个男生就是他这么这么好 结果 我发现就是真的 价值观差太多了 有很多事情 嗯 那其实我也 诶这也是另外一个我最近的题目了 就是 我在 我在 嗯 经过了这个男朋友的分手之后 我其实思考了蛮长一段时间 就是 我曾经 交往的方式 其实都还蛮 冲动的 我是那种 一见钟情形 也不算直接看到 情感非常丰富型的 没错 我就是那种 我只要跟你聊 我就是可能跟你认识了 然后就跟你聊天 聊没几句 就会 可能对你开始产生一点感情 那 可能对方也对我产生一点感情 那 我喜欢的模式是 欲擒故纵 就是 你只要欲擒故纵 我基本上都纵 我都 我就吃这一套 因为我会 我会有一点觉得说 诶 这个男生 很特别 就是他怎么会 不像其他男生一样 就是 钉得那么紧什么的 对之类 因为可能我会觉得 我很容易吸引到其他男生 就是结果你什么 对我没兴趣 这样子 对 然后我就会 因此而这样子 就跟人家在一起 可是 其实这根本就 我觉得不太好 因为 你根本不是因为 看人家的个性 或是 看你们之间相处的怎么样 你只是看你当下 你感觉爽 你就去了 结果 结果都不好啊 对啊 所以我还蛮 最近就是一直在重新思考 这个部分 对 我觉得我可能之后交往模式 可以试试看不一样的吧 我也不确定 嗯 对 如果 呃 站着一个 年纪比你大 很多人的立场 我可以 给你一点建议的话 我建议你 先交朋友 再决定要不要变成男朋友 因为 真正的 能够长久相处的是朋友 是真的很好的 很知心的朋友 那么把知心的朋友 变成男朋友 或者是 另一半的话 是最 合理 而且是最 怎么说呢 最稳固的一种关系 嗯 其实我 一直以来 我最希望 我的另外一半 就是男朋友 就是 就是 可以是我的知心好友 我很希望 就是我可以跟他 说 说所有的心情 就像一个朋友这样子 这是我最梦寐以求的感情啦 对 所以你的这个 求得这个感情的步骤 要是对的 不是用冲动的方式 去得到这样子的一个朋友 而是用 渐进式的 没有错 其实对啊 对啊 可是这是要 管住我那个冲动的心情 你知道吗 对 我想你现在 因为有了 隔离的这种 独处啊 什么的 经验以后 对自己的 这方面的 管束 应该是比以前 会容易的多 我也觉得 至少 就是会比较有 意识到一些事情 这样子 嗯 对 所以 我想 以你21岁的 年纪 你的经历 其实是已经 比很多人 多很多了 其实我也不敢 这么说 因为我觉得很多人 也经历过很多事情 或是更严重的 但是我觉得我 可能最大的 优点 可能就是因为 我情感丰富 所以我对这些事情 其实都 很有感触 所以我对 对啊 所以我会特别 可能从中 可能真的有一些东西 会跑出来 可能 我不知道其他人 会不会有 但我就是会特别 有感触 所以我想 今天的节目时间 已经只剩下几秒钟了 我只能跟你说 希望你 这么丰富的情感 对你未来的事业 有很好的帮助 那么感谢你 参加我们的节目 也谢谢各位 听众朋友的收听 跟大家说晚安 谢谢你们 谢谢你 晚安 晚安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The views expressed on this program are those of the host, guests, and callers, and not necessarily those of KKNW, its management, or other advertisers. Contests are the responsibility of the hosts of this program.